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這禮拜龍迷傳奇的周龍呢 是這一隻叫做 女鵝龍 女鵝龍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要用糖果龍跟戰龍才能夠繁殖出來 那他的屬性就是 火焰流水跟強光 那現在還剩下 六天 六天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昨天有繁殖一隻 不知道有沒有中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沒有中 按下去 這是什麼 女鵝龍中啦 中獎啦 就是女鵝龍 非常的感動 我昨天繁殖了一次就中了 那本來我是不想繁殖這一隻的 但是呢 因為他是三個屬性 而且他又是六個基本屬性裡面的三個 那六個基本屬性呢就是 火 風 地 水 金屬 金屬 那你會問說那為什麼六個基本屬性裡面有三個屬性你就要繁殖呢 因為這個跟你繁殖這個月龍有關係 那通常的月龍呢會隨機從這六個屬性裡面抽四個出來 那如果你已經有三個元素的龍再加上一個元素那麼你就比較容易種這個月龍 所以呢 基本上這六個屬性裡面呢有三個 那總共要幾隻呢 這個跟排列組合有關係 高中的數學有交 好 好那怎麼算呢就是C6取3 好 那C6取3呢他的算是就是6階除以3階再除以3階 那就等於5乘以4 所以會有20隻 那20隻我查過了其中有兩隻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至少要有18隻 那麼女兒龍這個屬性呢我剛好就沒有 所以我就必須要繁殖 好那如果你在選擇繁殖周龍的時候呢發現你已經有類似的 你不一定要跟他順序一樣只要你三個屬性你都有 那你就可以呢暫時先不要去繁殖他 因為時間有限如果我們每次的周龍都要繁殖的話那會佔用我們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主要是以月龍為主 那有空閒的時間我們才會去敷次藥的龍 好的那這禮拜呢剛好一個花鑽石的活動 中原普路街 然後呢我的鑽石呢已經存到913顆 這個存很久 慢慢存存很久 那剛好有這個活動你就可以買你想要的東西 那他還會給你一些鑽石 所以呢你比較節省 如果你要花鑽石的話就趁這種活動 他會不定期的舉辦 好那我首先必須開啟VIP 那我還有10張VIP券 就拿來用一用 來啟用 是 好那啟用就有VIP 那就可以節這個活動 好那有VIP以後我們就可以來參加 參加 好那我要來買什麼呢 我要來買這隻BOSS龍 獨翼龍王 650顆鑽石給他花去 好確定嗎確定 好孵化槽已滿所以要清一些空間 讓他有位置可以孵化 好那我們進出一個位置 來孵化來 孵化你看馬上就好了 然後呢因為他是BOSS龍 所以你還要再買他專屬的七席地 再來買 BOSS七席地 來我們給他買下去 來 打勾 好那我們花了700個鑽石呢 還差50個鑽石 所以呢還要再花50個 就再買一個 再買一個七席地 打勾 你看他又給我們200顆鑽石 所以呢這個活動他可以給你250顆鑽石 實際上你只花了500顆鑽石 就可以買到你想要的東西啦 好那我們把BOSS龍放上去吧 阿 這個特效還滿不錯的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有四隻不是 那最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女兒龍他的繁殖時間沒有VIP的話是12個小時 那有VIP的話是9個小時36分鐘 那你有可能呢 同一個時間也會繁殖出葵花龍或者是水銀龍 也是12個小時喔 所以當你繁殖出一樣的時間的時候 你不要高興的太早 有可能是葵花龍或水銀龍 最後呢還是要等孵化才知道說 到底他是什麼龍 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訂閱 我是小鎮 我們下次見 掰掰